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高分科幻短片小帮手 未来这些人们的一切日常生活都充斥着机器人这种苦力替代品 小B呢就是这样一款专门为了做家务研发出来的机器人 男孩看到电视里的广告立马向父母提出 要这款机器人当自己的圣诞礼物 向小B买回来后男孩每天都会和他一起玩耍 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 当然前提是机器人有感情的话 他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躲猫猫 每次小B都会捂着眼睛从一百数到零 然后去找男孩 一次玩游戏中男孩无意中发现了父母正在大吵 实际上父母的婚姻早就岌岌可危 要不是为了男孩或许他们早就各分东西 男孩没有拆穿父母间的虚假和平 一日男孩带着小B去超市买东西 回来的路上他们遇见了一个最新型的机器人 新型机器人高大帅气 男孩已被新型机器人吸引出了目光 他的头盔里倒映出小B的模样 与他相比小B是如此的矮小与过时 正准备回家时小B还弄破了购物袋 这让男孩心情更加不爽 回去后小B又和男孩玩躲猫猫 无珠眼睛在院子里一直倒数着数字 天空下起了大雨 却没有人来叫他停下 男孩正在屋子里看电视 直倒数到零 小B停了下来 男孩兴致缺缺的说要玩别的游戏 他让小B从一百万开始倒数 小B照做了 可是男孩并不满足 他将从父母那受到的伤害的怨气 全部撒在了这个 不会反抗他的机器人身上 他一边让小B打扫卫生 一边又不允许他动 还要他24小时不停地倒数 可是小B的程序非常简单 只能一项项地执行 除此之外就是不断地重复 没问题这三个字 男孩痛恨于这个 什么也不能为他做的机器人 即使是叫他去杀死所有人 他也会无动于衷 男孩歇斯底里地咆哮 让小B陷入了死循环 他不停地重复着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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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以为机器人坏掉了 于是向妈妈求助 妈妈毫不在意地 让他重新开一次机就好了 末了还威胁一句 如果男孩再闯这样的祸 就把他洗干净 煮了当晚餐 男孩帮小B重新开机 重启的小B又恢复了正常 看起来和从前无异 半夜男孩醒过来看到站在房间里的小B 小B问他想要玩别的游戏吗 随后诡异地数了一个数字 问自己完成了男孩的吩咐 他愿不愿意和自己做朋友 男孩开始害怕了 可是妈妈以为 这是男孩想要新型机器人的借口 并不理会他的诉求 在此后的日子里 男孩继续对小B不理不睬 小B也继续问着男孩 要不要玩别的游戏 每完成男孩的一个任务 小B都要倒数几个数字 直到一天 男孩再次冲他暴怒 小B将数字倒数到了零 然后他从厨房里翻出了一把电锯 晚餐做的是肉丸 父母很难得坐下一起吃饭 却唯独少了男孩 妈妈问小B是否看见男孩 小B回答他们 男孩就在餐桌上 因为他遵照父母之前的命令 将男孩做成了晚餐 男孩的父母立马报了警 等警方到达的时候 小B已经杀死了男孩的父母 正在擦拭着桌子上的血迹 警察看到开门的小B 一脸人畜无害 于是毫无防备地踏入了房间 却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的深渊 因为男孩之前向他下的命令是 让他杀死所有人 这个故事让人细思极恐 却告诉我们说话要谨慎 而作为父母应该给予孩子的是陪伴 而不是在浴室时的否定和恐吓 不要让孩子养成黑暗的性格 或许这会让他遭遇更多的悲剧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